轻轻松松, 上花游中 今天我们开车去上花 现在我们沿继向街东行 去九龙堂搅个圈 现在我们来到基堤道的路口 你看看左边的树桃菜的花开得多漂亮 我们继续东行 经过打路到天桥底 这里有很多树桃菜 但那些花有些开了有些还没开 我们继续向前行 转左洗入书院 这里的树桃菜刚刚开始开发 再转左洗入鸭前围 这里的树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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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树桃菜 重去树桃菜 里面有树桃菜 这里是树桃菜 这些树桃菜 是树桃菜 在树桃菜 现在我们来到太子道西 现在我们来到太子道西 太子道西 树桃菜 很酷 中 reaching 這裡的道路兩旁都有雪頭菜, 都開花啦 現在進入激梯道 遠往是獅子山 最後洗回去隔壁 我們在附近停好車 我們拍好車,慢慢觀賞樹頭菜花 上到夏仁天橋, 俯瞰樹頭菜花, 看清楚一點 樹頭菜花熟落葉橋墓 由於它的擴風力比較強 所以香港多處路邊都有種植 很美的 樹頭菜樹形優美 並有綁貝開展的試冠 在香港的樹頭菜一年開兩次花 剩花在三月至五月 在這個季節開花比較漂亮 芋頭菜 為什麼這個名字這麼有脆 叫做樹頭菜 原來在雲南當地的人是用它的亂熱來做煙菜的 在香港主要用來觀賞的 一團團的花球同時墜山在枝頭的頂端 隨風搖曳,好像一個個沙蓋在舞動 順麗浪漫 有春雨夜放花穿樹的異景 樹頭菜每朵花有四枚圓形花繁組成 由十至四十朵小花形成散葬花墜 醉山在枝頭每端 開花的時候是白色,煎煎轉為黃色 我們看到每個花球有黃色和白色 是因為不同時期開花 它還有一個可愛名叫珠珠樹 你看它的紅蕊很長地伸出花花外 像珠珠的長腳 觀賞過這麼多柱頭菜的花 今集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請給個like分享 和免費訂閱 下集再見,拜拜 всей到此為止 五十五千 Fund 大廢 一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